各位观众请注意 今年想摆脱落伍只剩两个月了 要说今年最火的游戏是哪款 咱就数据说话 自然是王毅的苦风不下网游 逆日晒 年初在暴雪退涨之时 逆日晒随之推出赛季服 吸引了数百万亚价入坑 其中步伐PTD SKY 李小峰等知名大佬 赛季服最大魅力在于 除了低萌尔和纯点卡收费 不用滚服机制最受大家兴兴乐道 每个赛季都是新奇典 玩家永远会保持新鲜感 正因为赛季服好玩还不客 逆日晒在2023年持续火爆 眼看年终将近 赛季服的S3更新 却给玩家们打了几下 开发组都爆肝一年了 还这么玩命 你们是要在我们电脑里面凸血吗 之所以玩家如此惊讶 是因为这S3更新实在是量大到成 PV一方面 新副本承接前赛季的修夺鬼域 冷峻妖艳的新美女BOSS雪雀 将等待玩家的挑战 PVP则会重置帮会联赛 还会举办跨服争霸赛 进一步把玩家的对战气氛搞起来 地图方面将会加入火山和温泉的探索区域 看来之前说的搓走功能 真的要加进去了 作为青年最多的网游 逆日晒还将推出全新的婚礼机制 玩家可以在线婚闹赛博洞房 甚至二婚的玩家还能免费获得首款良缘系列作技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只能说劝大家善良 最后就是成就系统 技能体系都会有一大波的更新 给玩家带来全新的养成和操作体验 除了这些官方还表示 除了江湖重启的新版本 策划还在火热准备明年一月的大字短片 真的是不甘到兔骨修啊 亮大广宝 五美价廉 不敢说最好 但绝对敢说不亏 各位要是还没找到新一的游戏 不如就来逆水海 先逛逛大宋江湖吧